S12赛季前赛今天开启 同时蓝色精粹商店明天开启 开启时间老规矩 里面能换的东西呢也是老规矩 大大小小的炫彩皮肤都可以整 哎 这种东西啊 国服基本不用想了 绝对不可能 除了这些炫彩啊 还有这些绿色大军也拿出来兑换了 而且比较非精粹 开口就是一个W 我很奇怪啊 不会有人真的喜欢这个色系吧 不会吧 如果你觉得一个W就很贵的话 那剩下这些东西啊 你都不用看了 反正啊 我是不敢看 比如说这个紫色宝石家头像的套餐 他高达十万 咱说就头像不一样而已 至于坐地起架嘛 今次传说又怎么样 带上能加工具链 还有这白嫖宝石虽然挺香 但我宁愿开几个紫门 这些个蓝色精粹 得飞我多少根啊 当然精粹多的你就随意 头像过分 表情更过分 这俩小表情 不仅丑的一批 而且丝毫没有嘲讽意味嘛 就是个啥也不是的玩意儿 竟然还卖五万和七点五万 救命啊 反观这些头像啊 就显得格外良心 两千两千五 不仅实惠还好看 我有那些精粹 我全买了我不想吗 披着海牛的狼人 将会在明天开启 蓝色精粹兑换 兑换价格呢 不怕你吓着 十五个W 这个皮肤啊 当时仅仅卖到十块 到现在成为绝版 竟然开出十五万蓝色精粹的天价 其珍贵程度啊 不言而喻 质量方面 经过特效重做之后 其实还是比较良心的 部分技能 有了明显的视觉特效 而且回程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精粹资产雄厚 那必须要换 因为特效手感是一回事 装飞是另一回事 而且新赛级的装备符文 听说是非常变菜 老人这英雄啊 如果戴上那个符文 我感觉有点无敌的 不信你就往下看 兄弟们 这也太变态了吧 刀味都能摇头了 这也太变态了 这也太变态了 这也太变态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